点亮爱与和平之光 透过鸣炮启动仪式 青发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节目 市长谢国良感谢法国站幕在台协会 跟多位市议员和里长共同参与 也感谢文化观光局江提梅局长用心策划 大家也进入第一次点亮的青发战争纪念园区 欣赏艺术创作 今年是青发战争140周年 为了回应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以及见证基隆人在青发战争中的勇敢与建议 我们特别用爱与和平为主轴 规划了青发战争140周年一系列的活动 而今晚正是系列活动的开幕式 140年前 基隆这片土地 见证了青发战争的烽火硝烟 今年我们用艺术和文化的形式 用爱与和平为主题 来回应以及策判系列的活动 青发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包含了艺文展览音乐活动等内容 希望透过回顾历史 来传达爱与和平的理念 也共同来感受基隆深厚的文化底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